他立刻朝着那两个下人艰难开口 话刚出口 整个人瞬间就撑不住了 直接晕了过去 谢瑶看见 魔光陡然一宁 这是怎么回事 两个下人刚手忙脚乱的 要把花池推着离开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花池整个人忽然僵了一瞬 紧接着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喷血的时候 整个人扔就是无意识的状态 下人吓得不知所措 还要继续把人往外推 住手 都别动他 听见谢瑶的一声呵斥 那两个下人吓得瞬间收了手 不明所以地看向谢瑶 花公子忽然昏迷 再加上吐血 已经让他们彻底蒙掉了 谢瑶二话不说 直接上前给花池诊卖 忽然间昏迷 而且刚一挪动就吐血 很可能是内脏受到了重创 如果真是如此 随意移动只会加剧伤情 手指落到花池的手腕上 传来一股凉凉的感觉 温度很低 紧接着 迈向上传来的信息 和他心中猜想逐渐吻合 花池的内脏 的确受到了重创 不过 重创的起因 则是中毒 这 他的眸光微凝了一瞬 然后掰开花池的嘴 送了几粒缓解伤势的药进去 当物质机是止血 缓解伤势 至于解毒 那是将伤势稳定下来之后 才需要做的事情 诶 云姑娘 我家公子有固定需要服用的药物 不可胡乱吃药 一旦药性相冲 后果不堪设想 既然有药 就快回去取 我的药不会跟任何药 药性冲突 但是只能维持 它的情况不恶化 起不到治疗的作用 想要救你家公子的性命 就尽快将药准备好 下人恍悟 这才有一位下人 快步离开回去取药了 片刻之后 下人回来的时候 手中拿着一个小锦盒 云姑娘 这个就是我家公子 要服的药丸 谢瑶随后将药丸掰成几半 然后 用水给花池送服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之后 她才站直身子 看向那两个下人 花公子服药之后 要多久能够醒过来 大概半炷香的时间 李伯 你在这里盯着先 等花公子醒来之后 把花公子送回去即可 小姐放心 老奴一定会将 花公子安然送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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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